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30年中 深圳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个拥有17.5万人口的小一村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超过1250万居民的大都市 这种突然增长也催生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初创社区 拥有腾讯和OneTask等全球知名企业 作为硬件开发商的天堂 深圳甚至吸引了中国最大规模的研发投资 香港 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 在战略上定位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 最近 香港开始尝试在创业领域追上中国大陆的速度 在过去几年 香港的创业活动有所增加 目前已有超过2000家初创企业和约50个联合办公空间 确连香港迎来了第一款独角兽面包车应用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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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诞生 台北台北的人口不到300万 和上述列举的其他城市相比人口相对适重 尽管如此 台北长期以来 一直是硬件开发和制造的全球热点 并且拥有著名的工程和设计专业网络 台湾当局政府在吸引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以向非国民提供起应家签证和补厅 它目前拥有约50个联合办公室和20多个孵化器和加速器 如果你想月入10万以上 请点击下方了解更多 获取月入10万赚钱商机